不过七天后会爆发丧尸病毒 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你会怎么办 军事基地的核弹马上就要爆炸了 你找来你的得以助手黑客 让他拦截核弹爆炸程序 但是同时一眼来了一大堆智慧型丧尸 你好不容易把丧尸都炸得金光 但是富婆给你的一杯水 却让你十分痛苦 少傅意识到情况不对 拿着98k瞄准着富婆 但是富婆就是一脸的淡定 说这杯水没什么 只是用智慧型丧尸的湿和磨成粉 然后加了一点她的独家秘方给你喝了吧 青颗金 所有人都变了脸 大家对富婆的疯狂程度还是低估了 你感觉身体好像要爆炸了 可你的大脑却格外清醒 富婆问现场的人谁还有尸和 少傅说你身上就有尸和 是上次为了救张小泉 在医院得到的绿色尸和 富婆立马从你口袋里逃出尸和 一把给你喂了紧去 紧接着你就感觉眼前一黑 然后整个脸都变得跟丧尸一样 大家看到后联盟退后了三步 但你的这变化只持续了三秒钟 然后就恢复了正常 你疑惑的低头看了看自己 也没什么问题了 倒是少傅侧到你耳边 告诉你刚才的变化 你也被吓了一跳 赶忙问富婆是怎么回事 富婆也说不准 只是说你可能不是进化者体系里的 让你感受一下身体哪里发生变化 你冷静体会了一下 确实 你的思维前所未有的清晰 随便描了几美一眼 心里瞬间就蹦出了一万种干掉她的方式 而之前估计只有一百种方式 富婆不经心的跟你对视了一眼 都被你的眼神给吓到了 说你可能进化成了领导者 大涅盘中所有生物的进化方式都是不同的 人类中有免疫者 进化者 除了这两个之外 还有极为罕见的领导者 说白了就是天生的领袖 领导者本身很弱 但智力超群 想杀一个领导者 就要面对成百上千的进化者 但是富婆明显还有后半句没有说出来 也是怕吓了你 因为你刚才瞬间变成丧尸 肯定还夹杂着另一种更可怕的能力 你点点头 顾不上身体上的变化 外面又有一群丧尸冲了过来 鸡美着急的问你怎么办 话音刚落 黑客那边就结果了 他一脸严肃的说 核爆中止程序被我破解了 现在核弹已经没有危险了 一群人全都傻眼了 特别是鸡美 因为他之前说黑客要是能破解的话 他就要吃一吨的香 而你却很淡定 因为这全在你的掌握之中 你让鸡美找几个人 用车把核弹都运出来 他都猛了 问你想干嘛 但还是下意识的让人照做 紧急着 你让大家分别坐上其他装甲车里 跟着你走 然后你一路狂飙 竟然回到了自己的小区 然后你就宣布 这里重新叫做第九区 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来你是想在这里利用核弹的威胁 来重新建立一个避难所 他们全都惊呆了 还没来得及问 你接下来的举动又把大家吓傻了 你驱车到丧尸面前 对着一个智慧型丧尸说 我想跟你谈谈 不过七天后会爆发丧尸病毒 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你会怎么办 你把一个核爆装置拖回了自家小区 并且宣布这里正式成为第九区 爸妈都被你的行为吓傻了 问你为什么要 弄一个这么危险的东西到家里来 你一脸严肃的说 就所谓富贵险中求 丧尸也很畏惧核爆装置 有着玩意儿在 就是天然的保护罩 而且万一以后突然引爆了 你们也能和这里的丧尸同归于尽 紧接着你就把核爆装置 偷到丧尸面前 你淡定的掏出一个打火剂 他的一下点燃火苗 指了指身后的核爆装置 这是什么意思不言而喻 对方是智慧型丧尸肯定能懂 而这一幕在爸妈他们眼中 就是感觉你疯了 竟敢威胁丧尸 可他们看不懂你威胁丧尸有什么用 你不慌不忙的从口袋里掏出一个 米粒大小的尸盒 顿时间 丧尸就激动了下来 想要拥有这个尸盒 你猜这个尸盒给他们吃了 就能不断强化自己的身体 所以才这么激动 虽说他们都是智慧型丧尸 但是他们还不知道 这玩意儿就是他们脑子里的东西 他们要是知道的话 还不直接给你撕 你干渴两圣 指了指身后的小区 意思就是你以后固定给他们尸盒 但他们不能入侵小区 智慧型丧尸能看懂你的意思 于是就这样你们双方达成了协议 完事后你抱着篮球机 准备赶去富人区的避难所 你还没忘记那里还有几千人在等着你 一群人看到你回来 立马就欢呼了假 你把他们全都带回了小区 富人区的物资也全都运了过来 你回去的时候绿毛就跟你说 你这个人太阴险了 我联系了官方的避难所 我绝对不会跟你待在一起的 你懒得理他 他爱咋的咋地 只要不给你搞破坏就行了 你要一些进化者去更远的地方 打丧尸找尸盒 尸盒越多越好 不仅要给受伤的人吃 也要上交给那些智慧型丧尸 这样他们才不会攻击你们 就这样你们平静地生活了两天 就在第三天的时候 隔了很远 就听到了一阵刺耳的轰鸣声 少傅在第一时间就提醒了你 你通过望远镜一看 好家伙 真的假的 一架架飞机居然直勾勾地飞了过来 少傅看了一眼说到太高了 他瞄不准 但另一边的鸡们 早早地就架起了高射炮锁定了飞机 几乎一瞬间 400多号进化者立马就准备好了 400多进化者简直可以说是打杀起了 你让大家先别动手 可能只是路过 你不是那种无端惹事的人 然而紧急着 飞机上居然空投了一连串的降落伞 刚开始 你还以为是官方空投的救援物资 但你用望远镜看过去时 瞬间就变了脸 让所有人都找地方躲起来 不过七天后会爆发丧失病毒 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你会怎么办 你从军事基地拉来了 随时会引爆了猴胆 好不容易震住了丧失 单稳的生活还没过两天 天空中就出现了一架直升飞机 你用望远镜看去 顿时变了脸 因为有一大批人跳伞下来 爸妈说这些人是不是冲着小区来的 你默认了 鸡美问你要不要动手给他干下来 你让他先别动手 看看他们想要干什么 那些空头下来的人很利好 就算不小心跳到了丧失堆 也能轻松给他们赶他下 没一会儿对方就在小区里集结完毕 走出来一个带头人 他的眼里满是杀气 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对方想要亲自跟你谈事情 你没有答应 结果那个带头人拿着机枪 在小区里一顿乱舍 差点伤到无辜的人 对于这种情况 你早就见惯不惯了 不跟他废话 直接对少妇使了个眼色 就听到砰的鸣声 带头人倒在地上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 把剩下特种兵的看愣了 带他们在丧失群里 七进七出的队长 突然就这么没了 这时又走出来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人 他说他叫巴野 语气明显比刚刚那个好很多 一看就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他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要求跟你对话 你们通过对讲机对话 对于刚刚你打死的那个人 他只字拨提 上来就告诉你 他们是官方组织 一直在执行上头的任务 保留火种 他们这次进入小区 是要从你这里带走一半的女性 因为打捏盘已经失控了 幸存者越来越难生存 所以需要女人延续人类文明 这也是上头的火种计划 你沉默了 因为你没法确定她说的话 是真实讲 这是鸡美突然问她 你们的编号是什么 这次行动的代号又是什么 被鸡美这么一问 巴野立马愣住了 你顿时反应过来 对方就是打着官方的幌子 到处抢夺妇女 想到这儿你立马让鸡美开跑 嗖嗖嗖地连续三跑下去 对方的飞机立马就冒烟了 少傅在高处对着底下一枕 吐吐吐吐 下面没有言体 砸得他们嗷嗷叫 不一会儿就投降了 他们俘虏了很多的女性 反正你们地久区的男人也多 就让他们照顾一下吧 领头的巴野被你的手段吓坏了 赶紧给你磕头 求你不要杀了他 他说着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 说他还有一架直升机 只要你放了他 直升机归你了 他担心没法打动你 咬咬羊 又掏出了一副手灰的地图 说这是他亲自画的 上面有全国乃至于全球的实时情况 你还不知道现在全国各地是怎么个情况 你接过来一看 当场就变了脸 卧槽 人类现在竟然被逼到了角落 这是什么 你在地图上居然看到了 不过七天后会爆发丧失病毒 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你会怎么办 你把自家顶楼打造成了安全物 还在自家小区建立着属于自己的势力 本来都苟着好好的 突然来了一批流氓 但他们完全低估了你的实力 少父一阵突突突 立马给他们支付了 领头的八爷为了保密 掏出了一份手灰地图 你打开一看顿时愣住了 人类竟然被逼到了一个角落 而且范围还在慢慢缩小 你们的这个小区 已经是为数不多的幸存地了 你的眼神往上瞟了一眼 顿时就被吓蒙了 卧槽 什么情况 变异区 王者区 地图上除了标记着人类的范围之外 还多了一大块的变异区 还有右上角一小块的王者区 你心中出现了不好的预感 你把八爷抓了下 问他这两个区是什么意思 八爷吞吞吐吐地说道 本来他是不想来进攻你们的 但是人类的范围缩小得太快了 所以迫不得已才来进攻你们的 现在的世界基本都被一个丧尸王给控制住了 就在地图的右上角 除了丧尸王之外 很多的动植物也开始出现了变异 这些变异的动植物能力 比普通丧尸还要强 丧尸王领导的变异兽 想蚕食掉人类最后的一片土地 你听完之后瞳孔放大 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连旁边的吉美都市一脸镇静 你不甘心八爷说的话 拿着把加特林带着安琪拉 走出小区找到了领头丧尸 你丢给了他一个尸盒 问了问外面的情况如何 安琪拉在跟他交涉一番后 脸上也露出了凝重的表情 他不会讲话 跟你比划了半天 大概意思就是这个领头丧尸也不是很清楚 唯一知道的就是 最近出现了很多奇怪的动物 速度也力量都非常快 见到丧尸就追上去咬 跟风了似的 而且丧尸竟然还打不过他们 只有那些有适合的丧尸 才能勉强逃走 那些奇怪的动物 不来你们小区的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那颗核弹 你沉思了很久 感觉八爷说的话可能是真的 晚上你跟爸妈他们商量了好久 最终决定去会会这个丧尸王 为了确保安全 你让老爸开着装着核弹的车子跟着你们 你和鸡们 少傅开着装甲车带头冲锋 直奔地图的右上角 你越觉得不对劲 直到来到海边附近 也没有任何呼 你刚下车身边就浮现出来了一群 不 准确来说是一群丧尸 当你看到带头人的面目时 你顿时压马呆住了 男人二话没说 直接朝着核弹车来了一缩 核弹瞬间就引爆了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这是你缓缓地睁开眼 隔壁打游戏的声音 吵得你心烦意乱 你才意识到这是一个梦 当你想回去继续睡回龙教时 窗边一阵耀眼的红光射了箭 你感觉浑身剧动 你进化了 而且跟梦里的那个丧尸一模一样 脑海里不断出现一句话 干掉它 干掉它 干掉它